以下节目是由廖靖仁外科整容医生特约播映 各位观众,欢迎收看商界中环 我是Mina李昔平 在这一节的商界中环 我们会继续探讨 怎么样令自己可以保持青春 可以令到自己就好像美魔男和美魔女 我们请到嘉宾有25年外科整容经验的廖靖仁医生 Hello Dr. Liu 你好 Dr. Liu,我们之前就说过打脂肪 麻烦你再和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大约是这样 我上次说你臉上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脂肪的构造 比如一些地方是多,那些要减少 一些地方不够要加上去 然后做完那里,10个有7个就已经可以了 但有些还要做其他事情 例如,现在你看一下这个男人 你看他的臉,如果左手变是他之前 你看他的臉鬆到这样,还有那么多皱纹 如果你只是和他饱满,就变成是饱满 但是仍然一样这样,你明白个意思吗 所以我们就会和他换肤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一样的 这个就是不单止打脂肪,还要换肤的 你做臉,打脂肪之外,要是换肤 或者如果不够就拉臉,拉臉就拉很少了 或者正式做,就算我现在正式拉臉皮 比如一个七十多岁的人来见我 他的臉是很松的,是打脂肪不够,要拉臉皮 首先那个人我觉得是用他打脂肪的 就是打完脂肪才拉臉皮 是这样的 你想一下,比如你是拉臉皮 你一个人的臉是收缩了 如果拉臉皮,那臉皮是紧了,但是还难看 你把臉皮疙瘩了 就更加瘦 更加瘦,就不好看了 所以我们现在这十年八年的整容医生 开始就知道重要性 就是加脂肪的重要性 我们以前,我不讲自己 因为很多人都不明白这件事的 就和他拉,看上人更老了 而且更快就要老了 因为根本你的臉皮疙瘩了 拉臉皮疙瘩了 拉臉皮疙瘩了 是不是 所以很多时候都要这样做了拉臉皮 那现在我就讲一讲 是关于怎么换肤 因为为什么呢 比如你的臉呢 有很多老人班 有很多瑕疵 很多什么 就是想要改这件事 那我就这样 我现在就今天 给不同年龄的人 所有要做的事给你们看一下 那你刚才有提到 就是这个拉臉皮和换肤 其实这个是两样东西 两样东西 两回事 那我们今天讲的是换肤 好吗 好 那我们就讲一下换肤 第一张照片就是那位男士 他换肤前和换肤后 就看上去真的差20年那麽多 是的 是的 这个男人80岁 80岁 你看他之前像80岁 你之后他像多少岁 其实我觉得不单止20 可能年轻30年 没有做过手术的 只是跟他换肤和打脂肪 所以这个是有分别的 那譬如你年轻一点的女生 现在这个女生 其实她在Florida住的 她经常都晒太阳 你看她这个30岁都没到 你看她左边 你看她的样子就好像很老 就是很残 很残 这个就只是做换肤 那她做了换肤之后 虽然是有化妆 你看出来有些化妆 但是就算你化妆 你左边化妆都不会那麽漂亮的 就是她的皮肤全部幼小 年轻很多 就是年轻很多 年轻很多 然后你现在另一个 又是年轻的女 这个女孩子 之前她有点点眼肚 皮肤有点松 这个很年轻 这个二十多岁 那么年轻都会有这个问题 你看她看上来好像很残 做完之后 人整个人精神了 这个就只是换肤 而另外这个就比较年轻大一点 这个就差不多是40岁鬆一点 这个40岁鬆一点 你看她的面子开始鬆 右手面那边就是她做完之后 就是走蚊没了 走蚊没了 而且面子都紧了 这个就是只是换肤的 这个也是 另外这个也是差不多 这个也是差不多 就是皮下的毛孔都很粗 你看她做完之后 皮紧一点和毛孔 一般来说是青春很多 我发现她连整个面型都不同一点 好像看上去好像不同了 是的 就是饱满了 整个样子 这个没有打脂肪的 这个只是换肤的 哦 这样 然后现在这个呢 就年纪大一点了 这个差不多60岁左右了 这个 你看她第一 皮肤有点松了 有点皱纹 有点皱纹 有点色素 黑 就是臉有点黑 有点不黑 就是看上去是年纪路 那你做完之后呢 你看她就像你这样说 好像饱满了 臉 还有皮是紧了的 就是年纪大一点了 这个呢 我给你看一个理由是什么 你看她的眼 她还没做之前 那些眼皮很松的 是不是 你做完之后呢 那她的臉是好 但是眼都紧了 眼都紧了 没有做手术的 哦 就是这些都没有拉面皮 只有换肤的 没有拉面皮 没有做眼什么都没有 那只是跟她做换肤 拉紧皮的 就是这样 然后呢 就 这个 OK 现在讲这个 这个女孩呢 她就是有暗瘡疤痕 换肤呢 可能暗瘡疤痕都可以去买的 就是连疤痕都可以去买的 可以去买的 就不是个个得 就是有些得有些不得的 但是就算不得之中呢 都是好很多 就是如果一般那些 就是我想唐人最常见 就是那些暗瘡 就是如果暗瘡那些 就是通常都可能得的 是应该得的 那这个看她之前之后呢 你右手边当然是有些化妆 但是你看她呢 就是如果是左手边的 就算化妆都没有那么好看 就是这样 就是如果她 整面暗瘡那些斑 就那些肥膚真的看得很可怕的 是的 那我们看最后那一幅 那最后那幅 那好像是唐人来的 是吧 我想解释你听 我为什么善良给西人你看 第一呢 就是多西人做这种东西 第二呢 就是我们的观众 多数都是中国人 我就不想就是 就是被人看到那些中国人 就是我这些照片哭了 就是就是问 就是都是你的病人 是的病人 我要问他准许才可以 是是对的 对的 那些中国人呢 就多数都说不肯 不肯 那大部分都不想给人知道 都不想给人知道 那西人就没所谓的 好奇的 他说哦 sure 没什么所谓的 所以就是这样 然后这个中国女孩呢 他就是差不多这样的东西 他就换褲了 就是这样做到 她的表面漂亮一点了 嗯 是的整个样子真的漂亮了 那廖医生 在这一节完结之前呢 麻烦你再给多一次个电话号码了 是650-697-8888 我们多谢了廖医生 那我们现在呢 就进入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